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 寺院、道观、佛像和名圣古迹 字画、古玩破坏殆尽 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蓝亭集序的蓝亭不但被毁 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 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 吴敬子的安徽故居被砸 苏东坡亲笔书写的《罪翁亭纪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 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 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 一旦回去即无法还原 北京城建于大元朝 元氏族忽必烈让丞相刘炳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相建成 整个北京城浸透了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 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相 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相安排所建 北京有名的四合院 大院套小院 不光别致还有乾坤结构寓于其中 有些正房演如庙堂 取静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 穿过幽静进入四合院后 豁然开朗 别有洞天 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 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 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 实为绝世之作 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 破斯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 文化大革命之前 北京尚有五百余座古庙、殿堂、寺院 文化大革命破斯旧之后几乎全毁 所有这些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及修炼的场所 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 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 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 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 觉得与我无关 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 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 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 他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 绵延几千年的传承 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 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 挖地一尺看到近代古迹 两尺三尺二十尺 历代古迹数不胜数 宇宙中人世间 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 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 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什么 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 有同样所想 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 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 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场 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 也就不会有多大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十三日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 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有什么影响 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 也对西方没有很大影响 因为其背后的场在西方社会中不够强大 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 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 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 特别是政教的殿堂 开关后有绝者的加持 保佑一方生灵、民众 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 其背后的场以至高级生命也无法继续驻留 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 及其背后天人合一 加持人类空间正面、正信的正能量场 还有绝者离去而失掉的诱护 近些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 修复古迹 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裹装门面 那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富的能量场 占据这些地方 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祸害 共产邪灵深知这些 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 败坏世人道德 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 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 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支柱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 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 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 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理智信及中庸之道 修订先皇治国理事 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 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 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 仁义理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 1966年 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后兰 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渠府 造孔家殿的法 大肆破坏 烧毁古书 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锦千座 捣毁孔庙 破坏孔府孔林 更令人发指的是 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 掘开其他姓氏后代的坟墓 暴施批盘数日后将其焚毁 这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 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 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 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 这样的破坏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破坏如此爆裂彻底 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 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 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五亿宗灭佛事件 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 或报病而亡 信神者都知道那是灭佛的报应 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大斧子 砍大碑寺观音菩萨像的胸口 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窗口溃烂 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灰佛毁盗的年轻人 如不能忏悔赎罪 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 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 不知道多少人造下了会下地狱的罪业 这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